大家好,我是志成 今天是2021年11月7号 昨天下午呢,我去了一趟西斯环 和几个朋友一块吃饭 当时我们进饭点的时候 外面天气就不太好 约磨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出来的时候 哇,已经下雪了 而且呢,算是暴风雪 我来北京十几年了 这是我印象中 雪下的最早的一个冬天 在饭桌上呢 我们也偶尔聊起了健康这个话题 刚好呢,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我去了好多次医院 也算是我人生去医院 频率最高的一段日子 之所以去医院呢 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 半年时间里面 我感到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之前呢 一直把这个东西和情绪方面 关联了起来 但是后来呢,发现有可能 并不完全是情绪方面的问题 就去做了一些检查 离开学校已经是几个年头了 但我经常呢,会想起 校园里面的事情 以至于我经常恍惚地觉得 自己还是那个少年 但是呢,看到那些检查报告 听到那个医生对我们的嘱托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们已经不再是 自己以为的哪个猫头小伙子了 我们也应该开始关注 自己的健康问题了 虽然心里面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想要为他去玩命 但是似乎已经到了 不适合去玩命的年龄了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毫无理由地认为 似乎这个身体的衰老 是从50岁 甚至60岁的时候才开始 但是呢 他身体的衰老 开始的时间 可能远远比这个年龄 要早得多 它不是我们的意志能够控制的 它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规律 不是我们的意志 是否足够坚强的问题 哪怕我们在意志上 愿意忍受痛苦 遭受折磨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办法 无视那种衰老的变化 像之前吧 可能熬夜 喝酒 抽烟 我们更多的是觉得 是一种精力上的浪费 时间上的消耗 而没有太考虑到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损害 但是现在呢 得把这条加上了 我们吃那些 我们不想吃的饭 喝那些 我们不想喝的酒 熬那些 我们不想熬的夜 这个事情 也倒不是说 多么难为我们自己 而是说这个东西 有没有必要 你又不喜欢 然后你又勉为其难地去做了 做完之后 又找不到一个 具体的受益者 那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做也罢 我们远离也罢 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